大家好,我是一球,上有25K,还有两种40K的 但是描述的卡包本身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绿点不一样 都是英超相关的一个卡包,开一个看看啊 基本上就是一个球员再加两张租借的赛季篮 描述是83以上,伯格8也算不值,还有45K 整点出过限量促销70K,75K,还有100和125K 又出了一个任务,英超杯赛 还是那种限制每天入场次数的杯赛啊 群组奖励应该是一个100K吧 有消息是14天,每天可以入场三次 到头就是14胜,每一胜都会给一个卡包 而且在三胜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活动的代币 比赛时间依然是只有半场的时间,三分钟 最后就是一个凯安的赛季最佳的SBC 96的数值,成本要56万左右 滑舌逆组好像都涨了吧,四花五逆了 188的身高,主角右脚 高高的心态,身体模型是他自己的 特技看着挺多,有用的就一个外脚位射门 速度92,控球也有92,但平衡敏捷都不是太高 射门非常好啊,97,99,投球精度也有97,但弹跳只有87 评测说他这张卡应该不算是版本型的前锋 他这个身体模型啊,再加上他这平衡敏捷啊 控球还是稍微费点劲,但是射门非常非常的好 他在游戏中跑位的感觉跟现实中很像啊 也可以回撤啊,也可以给队友做球 因为不是版本型的前锋嘛,还是偏贵一点 但是大家如果喜欢这类型的前锋 或者有情怀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做 好了,就是以上啊,谢谢观看,我们下一节目再见 拜拜